我的梦想是站在北京冬奥会的出发台上 世界排名上面排在中国选手里的第三名 今天我要参加智利的南美杯的比赛 现在我在喇叭喇叭这个学场 我在智利的话我就是为了拿级分 这次呢有四场比赛 我带到台一场拿了一个第一 一场拿了一个第三 方便障碍一场第二 一场第三 因为这种小级分赛是周旋事业杯子的 因为真正的奥运会结婚 我要排到事业前赛时里 所以最后的两场实习杯 一个是在美国 最后的决战人员在那个时间 我之前是一个面包师 之前的话我是玩那个极限轮滑 实际岁我在实习的时候 冬天了 跟同学一块去 因为我看人家从雪上滑下来 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帅 没有意思好玩嘛 然后第二天就去又去了 第一天其实我就没站起来过 第二天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落地飘了 不光单纯的摔了 就可以会掌握这个技能 满山的飘了 满山的就是不是换人不是滑 但是我可以从斗坡下来 这就特别有成交感 那会儿工资 就是实习的时候 一个月充1200块钱 这一个月的规划就是 去滑一次100选票 我一周滑两天 一个月滑八次 我还剩400 100块钱充手机费 100块钱 那个公交卡上映 吃了200块钱 就买点什么样水 再不过 那没办法这个家里阶级了 我就是练了一年以后 我第二个冬天 我应该上过来 连山公开赛 做了一个红红单阶级360 我赢了一个 第九年 那时候我就特别高兴 就是赢 第几名这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 你把你这一年都努力 在这个比赛中呈现出来的 这种喜悦感 就当时 可能是在其他地方 给不了我的 所以我就在这方面 就特别致敏 14年去索西冬奥会 就这个项目 进入冬奥会 16年就成立了 这个项目固埃队 然后就开始有全国比赛 然后我那会儿 接受了我的教练 然后这样 我加入了这个黑冬家手队 然后这样呢 在训练敬佩啊 还有这个 这物质方面 就会有一些保障 北京冬奥会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没影响 但是后来这几年 咱们的这个训练条件 都上来了 慢慢的水门也上来了 发现跟人家呢 就是能正稳一下 能掰一下手腕 这会儿不想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在国内的成绩 还可以 从我的感觉啊 反正这这么多年 回想起来 这个还是挺精彩的 就是 虽然说很困难啊 手 那个左手右手 右腿啊 全都断了 肺也破了 摔破 嘴里边缝过时针 脸拍雪地上 哇 然后 老人大摔过 三次 就是断片 比如我当时摔完以后 那一个小时之内 只有一分钟之内的急 你跟我说完一个事 然后我回答完你 过来会儿我忘了 然后 然后我又委 我觉得幸运 真的 都努力 都断 都折 但是凭什么 我有这机会 如果我现在出生在日本 如果我出生在美国 他们政府不会出钱的 他们都是自费的 因为国家大力支持 那才有这么多学长 那才有这么多比赛 那才这事我们才有闲话 才有这些机会 那要不然你干嘛 那一边楼面 一边滑 那你倒行 现在是我们这里边最大的 现在小孩都零四年了 零五年了 其实我也很多次想了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怎么办 然后我自己没生意 问了自己 我自己没参加什么 这是最快的结果 我全力以赴了 我回过十年以后 我在回顾今天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没后悔 为这事做到最大的力量 我的初衷是这个 至于结果 这个对于我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是那么重要的